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的这个配置比重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其实我在两三年前我就已经把钱放到美股里面去了 那现在的部分其实已经有一点成效出来了 那因为这一次上课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报告自己的这个资产配置的情况 包括还有就是你最后你希望达到怎样子的退休目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规划 那我自己本身已经有做了一些这个图表跟简报就直接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自己现在放在VTI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圆柄图VTI部分有放40% 那VT的部分是在更早之前我就已经丢到美股去了就占20% 所以我自己的股票型的ETF其实就占了60% 这60%大概就是多少60万台币 好那再来的话呢我看一下90万台币 那债券的部分我就放BND BND的话就只有放多少就是15万台币而已 所以其实没有很多但是呢你这些加起来大概就是接近100万左右 是我放在这个美股的部分 那我自己本身在台湾还有持有一点现金 包括就是还有放小比例的钱在台股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虚拟货币的部分 那虚拟货币的部分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投机的 所以这一块的部分我其实没有放太多钱 那我也不会跟大家一直去宣传说这样的操作多少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使用一些比较投机性或者是说你比较看好的标的 然后你可以去试着去操作 但是这个钱不应该要影响到你的整个资产配置的大格局 你可以拿5到10%来玩 那就算你把它全部亏掉了 它对你的资产配置不会有影响 我觉得以这种方式下去操作的话 你有可能可以拿到市场平均报酬还要再高一点点的部分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你自己5到10%你自己努力嘛 那如果没有亏掉也没差 所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操作其实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部分 这也是我一直奉行跟我一直目前在做的这个方向 也提供给你参考 那为什么现金要20% 当然是因为你在台湾生活 你要有一些紧急预备金啊 所以我不会把我全部的钱都放到股市里面去 所以我还会再放20-30万左右在自己的身边 那这样你当然会比较安心啦 那再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要提出我的proposal 我自己的存钱计划是多少 之前我在我的影片里面 我的频道里面跟大家讲说 我大概1000万左右我觉得就OK了 但是其实上了课之后 我反而觉得我应该要调高 我自己的这个退休计划比例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将来可以过一些比较好的生活 所以当我把我的存钱计划往上调升到2000万的话呢 我应该要怎样才能够达到 那可能我的退休时间就会变长了吗 我们就可以来算一下 比如说目前宝可梦预计每个月除去7.5万元 把它投入每股 那我一年可以存多少 7.5乘以12 现在才大概是90 那我就抓松一点 90到100万 那我10年之内我就可以放1000万 20年之内呢 我就可以存到2000万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辛苦跟非常痛苦的这个过程 因为你一个月就你想办法就是死都要把它就是挤出7.5万 接近8万块钱把它放到市场里面去 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可能要很认真的工作 很认真的接案子 很认真的去找合作厂商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不见得每一个人都适合 但是我可以把我的状况跟大家分享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如果你觉得7.5万很痛苦 那你再往后退一位就变7500 好不好 这个7500跟7万我就差了就是10倍 但如果7500也可行的话 是不是对你来说就比较可行 对就是不见得一定要到7.8万 但是也许 以1万块的角度来去做 也许你也有可能可以达成 但是可能需要20年或30年的时间 也可以累积到接近多少钱 500万1000万这样子 那以这个数字来算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每个月存7.5万 那么再加上复利的部分 到底要多久才能够存到2000万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之前有写文章分享 但如果你没有看过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算给你看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实验 那我之前不论是在这个讲座还是怎么样 我都有用这样子的表格 就是跟大家一起做试算 这边每月投资金额很简单 就写7500 那预计的投资报酬率为10% 那我的投资期间有20年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说 这样算出来之后 我到底会跑到多少钱 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投资金额到 20年到期的话 我会拿到5429万 905元 哦这个数字真的是 看起来就是有点惊人 因为我觉得我这一生可能都跟E这个字碰不到边 但是呢 如果我的投资期间在往上多个两年到三年 我的确是有可能会翻倍为E 所以这个是这个所谓复利的这个惊人效力 用这个数字其实也可以让你们大家去思考一下说 那我到底一个月要存多少钱 我才能够用最快的速度去存到我想要的数字 但是我的投资本金 你看这边只有多少 各10百千 1818万而已 但是我滚出来的获利居然有翻了一倍 跑到了361 3611万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那我们再往下调一下 因为5000万对我来说有点太多了 那如果我要2000万左右就好了话 那到底要多少呢 我输入12 我们来算一下 输入12这个数字其实就差不多是2000万左右 所以我如果每个月存7万5 然后连续存12年 放到美股的投资里面去的话呢 那个总报酬率 每一年的年化报酬率有10% 连续走12年 那么我的本金就可以滚成2000万 所以这个数字的话我觉得 听起来是reasonable 就是还蛮可能的 所以以这个数字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不要觉得 就是我们自己的退休金是很难存得到的 我相信你如果真的很努力的工作 很努力赚钱的话 其实是有机会的 那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这么高的月薪 那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门槛降低一点 比如说我们每个月先试着存3000 先试着存5000 先试着存7000到1万 那么你先试着走一年两年之后 其实我觉得你慢慢就会有感觉 你会觉得你的钱越存越多 那当然资产配置这个东西 我觉得如果你只有50万100万 我觉得你来做谈资产配置都有点太早 因为你才没几个钱嘛 那其实没有什么成效 如果你自己的资产已经累积到 比如说300万500万700万1000万 那么那个时候呢 再来讨论 比如说你都习惯放定存 那如果开始可以选择用一些 比如说股债平衡比的话 那也许它会对你的资产的增长 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效果 所以这个是资产配置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要点 就是如果你没有钱是不用做的 因为你就先放定存吧 就是这样子 那最后的话呢 我在课堂上有跟老师跟同学分享说 我预期退休的资产只有2000万 其实在那堂课里面很好玩 是大家都亦来亦去 就是5000万7000万 然后1亿 然后每一个不同人生阶段的人 都会有不同的苦恼 或者是他在担忧的事情 那我们这种小资组其实很少 就是可能一两百万在那边的 其实都算是小咖 大部分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女 然后有时候是已婚夫妻一起去做财务规划 那他们可能目前现有的钱 都已经三四千万以上了 所以这个队段来说是piece of cake 所以我的想法就很简单 就是我80%我就是放在美股 那剩下的20%在我的身边 我可能可以拿它来做一些自由的运用 或者是我要做一些风险操作都可以 但是呢剩下的80%我是不会动它 那2000万的80%是多少 1600万 那1600万到1800万这个数字 其实基本上我就是 可以稳稳的拿这个所谓每年的10%利息 那1800万的10%也就是180万嘛 那180万你如果把它除下来 其实你一个月也有15万 15万就算你记录通膨20年之后 它可能也有10万块的价值 所以你其实可以过得很好的 所以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 你如果要真的想要退休 而且过一些不错的生活的话 你的确是应该要把你的这个退休的金的规划 应该要拉到2000万以上 那你可能才有办法去过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 那像我们之前所跟大家介绍的500万 1000万 其实这个数字都太少了 那我们现在如果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世界的常规里面去的话 只存1000万 要退休真的是比较辛苦 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也是用这个数字来跟大家分享 这样子 那最后的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要参加我们的每股投资竞赛的话 我有准备1万块奖金最高 就是来邀请大家参加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 我有教大家几个 就是挑选标的的这个步骤跟心法 那你用这三招 你先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操作心法之后呢 你可以进行开户 可以进行投资 那么每半年我们减合一次 一年之后呢 我们会来做一个最后的总评比 所以这个数字当然是一番两个也不能造假 所以也邀请你来这个封存股开户 然后一起来使用这个产品 那么想办法压低自己的成本 然后做好适当的资产配置 也许半年后一年后 你就是这个我们的投资比赛的长胜君 如果这个成效很好 我当然愿意再撒钱再下去做嘛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意义的 因为当你开始投资 你那个投资手感 那个奈米头上会加 投资手感又起来了 其实那个对你来说 其实投资这件事情 就不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我觉得我可以赚到钱 我可以财富自由 但是我也希望我的粉丝朋友能够跟我一样 就是你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的工作 而是能够替用你的金钱 变成你的第二个赚钱的分身 然后能够让你减轻生活上的负担 你有更多的时间跟余裕 可以去追寻你生命中 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不论是跟亲友相处 或者是追寻人生的第二春 然后发展自己的兴趣什么的 这些事情都远远比你就是一直在股海中浮沉 还要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试着一起就是以减欲凡 用简单的投资策略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去赚到就是大盘 该给的钱 那你把时间放长的话 其实你不要做拨乱操作 也许你生活上你不会那么痛苦 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那最后的话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金句 金句也是受到缺道上老师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就是我们都输在起跑点 但是我们有机会 我们可以赢在转弯点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幸福小孩 所以我们的父母可能没有办法资助我们 没有办法让我们比如说出社会的时候 我们没有贷款 其实我自己有学生贷款 我甚至还了七八年 跟我累积到第一桶金的时间是一样的 我才把我三十几万的贷款给还掉 每个月扣三千扣三千 所以你的 你如果跟我是一样的人 其实你在刚出社会的话 你会非常的辛苦 因为你要还钱 然后你要奉养父母 你也要想办法节省开支 因为你要存钱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已经过了这个门槛 你好不容易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已经一百万了 那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把握 你好不容易存到的这一桶金 然后让它可以为你赚取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复利 比如说你投资到10%报酬率的商品里面去 然后七二法则 七十二除以十 七点二年之后 比如说我现在35岁 我在42岁的时候 它已经变两百万了 然后再过七年我49岁了 我50岁快退休了 它已经变成四百万了 那在这段时间如果我一直投钱下去 其实它滚力的速度会更快 所以刚刚算过不用到20岁 20年后我才可以拿得到两千万 那如果我再辛苦一点我做到55岁我就有五千万了 就只差七年 然后就真的就是你的资产就翻了好几倍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想办法去听到那一个真的可以让你翻身的金额 那确实上导师说是10万美金就300万台币 那台湾人的话每个人对100万的认定不一样 但我觉得基本上是100万嘛 如果你真的存到100万之后呢 我们再来谈资产配置 那你也许透过一些正确的资产配置 可以让你在股市里面乘风破浪 那你最后就是可以真的赢在转弯点 那宝可梦已经有机会在转弯点超车了 你们已经抓到你们自己的机会了吗 我觉得年轻人最大的本钱就是我们有时间 如果你真的现在二十二十三岁 接近三十岁开始投资 每个月三千五千七千一万 只要开始投 其实你的机会都比别人还多 所以这个真的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我也希望你们看了之后真的可以去思考 那么不管是受到了奖金的利用还是怎么样 真的要开始去学习投资这一块 然后把它变成是你生活中 就像喝水一样那么自然的东西 你不会去恐惧投资 你也不会恐惧去进入股市 那么将来在最后最后的这个终点 真的就会有一些很美好很甜美的果实在等你 好不好 注意风险注意安全 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非常欢迎你就是按赞留言分享订阅 好这些都要做哦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了哦 拜拜 拜拜